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探讨 艺术门类中的舞蹈艺术 舞蹈发自本能 它是我们以人的身体 作为表现的工具 以人体的动态形象 来反映我们的情绪 感受的这样一种 古老的艺术形式 大家看这是甲骨文中的一个五字 它是这么去写的 它直接非常生动地 刻画了一个原始人 手里头拿着应该是 作为手臂的延长线的一些羽毛 或者说其他的配饰 随音乐而应节而舞 这样一个动作 英国哲学家 克林伍德曾经说 舞蹈不仅仅是一切艺术的母亲 同时也是一切语言之母 那么他这么说 准确不准确呢 是不是一切艺术的源头 一切语言的源头 都是舞蹈 我们来看一些古代的留下来的考古资料 来看看这个判断 这个结论 对不对 这是我们看到的唐代的壁画 从里面呢 可以看到当年歌舞的那位舞者 早已经灰飞烟灭 但是他曼妙的姿态 依然留在至今 色彩还非常鲜艳的壁画上 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脆弱的时空艺术 它以某一种载体 比如以壁画这样的一个载体 穿越时空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在原始社会 确实舞蹈是非常重要的 进行族群部落的凝结的 一种重要的手段 在原始社会里头祭祀 都要以舞蹈作为重要的手段 那么舞蹈就会 虽然它已经消失了 但是留下来的 无论是壁画 岩画 甲骨文 还是我们曾经说过的 青海大通县 尊在在出土的 这样一个舞蹈彩淘盘 它都能够给我们生动地呈现 当年那些舞蹈的场景 当年的部落中的首领 其实也是最早的职业舞蹈家 他率领整个部落 去应接儿歌 而这个舞蹈既有宣泄情感的作用 同时也是取悦天地鬼神 有祭祀的这样一个实际的宗教功用 舞蹈从语言来说 它是有内容的 也是有形式的 我们一般把舞蹈看作是 有的是戏剧性的 从头到尾讲一个故事 比如今天有很多的小说 被改编成为芭蕾舞的舞剧 用来表演 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们知道的 从苏同的七切成群改编过来的 这样一个表现大家族悲剧的故事 他也搬上了芭蕾舞的舞台 进行表演 那么虽然他的情节会比较模糊 但是仍然从头到尾 他有着一条线索的 或影或线的贯穿 那么根据有头有尾的情节 来发展人物的结构化的舞蹈动作 这是一种戏剧性的 线性安排的舞蹈 当然更多的舞蹈是快撞的 所谓快撞 就是他只是从一个情境 一个场面 一个角度来表现一个人物 的命运或者性格 来刻画它 来塑造它 不强调情节的完整 而强调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 那么我们在看舞蹈的时候 主要关注的 刚才说过了 有情节化的 有非情节化的 那么我们主要在舞蹈中 去感受的是他的动作语言 也就是他通过这种动作的暗示 传达的情感 我们直观地透过舞蹈家的身体的律动 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最基本的语言 或者说整个构成舞蹈的核心的元素 就是这些动作了 这是舞蹈家 他是用什么来思维的呢 是用动作 也就是说这些舞蹈的动作 为什么是这样表达 而不是那么表达 实际上就是身体的肢体动作 成为了舞蹈家的一种思维的材料 所以舞蹈 我们如果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的话 它就是内在的激情 有形的 可见的 这么一连串的动作流 在最古老的时期 舞蹈跟诗 跟乐 都是相通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那个时候的诗 也不是像今天我们那样的 是朗读出来的 在当年的诗都是带着音乐性 和音乐 那个相结合 所以舞蹈正是在音乐 这些有语言的 有诗歌的内容填充的音乐的伴随之下 它将一种内在的激情 引发我们的想象力 无形可见 有形可见的 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人物的内心 把内在的激情通过动作予以表达 而且这种表达不是定格的 而是流动持续 如果拿舞蹈和雕塑来相比 和建筑和绘画 这些其他的艺术门类相比 那么他们都是有形可见的 也都是直观的 可是舞蹈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是流动的 是动作流 和其他的静态艺术不一样 它是一个时空的艺术 舞蹈和电影 它是可以相似的 因为他们都是时空艺术 只是有时候在电影里头 我们看见的舞蹈 它有可能是镜头的衔接 也就是我们知道 强大的后期剪辑可以一样 电影将不同的片段的动作 组接在一起 形成为蒙太奇的动作流 而在舞台上的表达呢 只能靠人的形体去构成一个完整的动作流 在这个动作流里头去外化 呈现人们的心理活动 我们还经常会让舞蹈和杂技 进行一种相联系 如果说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呢 可能杂技更强调于一种 身体肢体的完成动作的高难度 里面的心 准 巧 武术啊杂技啊都比较注重于竞技 比较注重于一种难度 而舞蹈呢 它更多的和一种内心的情感和情绪相关联 所以我们总结舞蹈的一些美学特征 就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它要综合灯光舞美 音乐 诗歌等等的内容 它是时空性的 它是抒情性的 它是直观性的 它是表现性的 它以动作的这样的动态的动作造型来呈现 和雕塑的静态的动作凝固是不一样的 它和韵律和节奏这样的音乐紧密关联 它能够宣泄和表现人的内心的情绪 同时我们知道舞蹈呢 还得考虑很多的其他的元素 比如它的背景的色彩 它的服装 它的道具等等 这些呢都共同构成了舞蹈的形式美 我们在《毛诗序》里头曾经有过古文献的记载 言之不足 故皆探之 皆探之不足 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 故手之 舞之 足之 导之也 当我们的言语无法去表达的时候 我们呢就会那个用非言语的声音 爱这样 哎呦呦这样的声音来表达 当这些呢都不能充分的表达的时候 我们会唱起来 当这些都不能再充分表达的时候 我们就会直接的跳起来 手之 足之 舞之 套之 那么证明了舞蹈那太本能了 它和人的那种直接的心理感受 情绪感受是最蓄密相关的 所以呢我们也由此可以判断出来 来一个逻辑的倒推法 是不是早熟的民族 很早地走出了原始的发展阶段 的那样的一些文明理性的民族 很早迈向文明阶段的民族 它都是和歌舞无缘的 越是带有一种生命的野性的民族 它越是天然的和舞蹈 这样一种直接的表达和宣泄情的方式是关联的 那么从我们这个民族反观 确实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汉民族作为很早熟的 历史理性非常发达的一个民族 很早就已经与歌舞无缘 而我们今天中国地带物博 56个少数民族 当我们到边疆地带去走一走的话 到新疆 在维吾尔族 那个家里头做客 往往呢吃完饭以后 大家就会很随意的开始歌舞 那个完全不是为了任何的表演 也不为了观众的掌声 而仅仅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假如到今天的西南 少数民族地带也会发现 舞蹈这是当行本色 是民族的生活形式 他们是那么的热爱歌舞 不光是和年龄无关 和身体的基本的条件无关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回到舞蹈 必须要理解 它和人类的早期的历史 和人性的本能 是直接的相关联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舞蹈 一切舞蹈归根到底 舞蹈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去追问舞蹈的本质是什么 才能去真正的走入舞蹈的话 实际上这个问题 就正如去问人是什么 它是一个哲学的 或者说是美学的一个根本的命题 我们要去回答它 只能说现在舞蹈的海洋里头 群续一番 让我们去理解何为舞蹈 这是埃及的壁画 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期 埃及壁画的一个表现形式呢 就是体型比较大的都是贵族 在画面里头比例比较小的 那个社会等级的身份就会比较低下 因此呢你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这些呢都是贵族女性 因为呢他们有着非常隆重的发辫 而且呢在眼睛的周边 都用了非常昂贵的香料 来涂湿了浓黑的眼线 他们坐在那里 正在干什么呢 观赏歌舞 旁边体型相对比较小 直接被他们小一号 是吧 那个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在那 跳舞的正是奴隶少女 那么我们从这幅壁画里头可以看到 很早的 观看舞蹈已经成为一种固有的贵族 社会的生活娱乐方式 这是一件来自于希腊的作品 它是一个镜子的背面 表现的是一位女孩子在风中的狂舞 再看一下四大文明里头的 印度文明 印度文明是一个非常崇尚于舞蹈的文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印度教的这个教育里头 有一位伟大的神 他的名字叫师婆 师婆是一位有三个眼睛 四只手的这样一位 主宰着创造 也主宰着破坏的 就是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 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 同时兼具一身的 这样一位善恶一体的大神 这位大神呢 叫师婆 他创造了两种舞蹈 一种是刚舞 一种是柔舞 他被尊为舞王 当他翩翩起舞的时候 三只眼睛就会张开 分别洞察过去 现在和未来 四只手臂 轻轻地舒展 做印度舞的特殊的 一些手法和姿态 并且呢 另外两只鼓呢 是用来做什么呢 另外两只手呢 是用来手持小鼓和火焰 我们来看一下 印度人心中的舞王师婆 你看 这是一尊雕塑 在这尊雕塑里面 他的舞蹈的姿态 是非常的曼妙和优美的 他轻轻抬起左脚 右脚呢 独立在 代表着火焰的 这样一个光环里面 表现出来 他是可以征服 过去现在未来的 所有时间的 他也代表着 那个不断的创造 和不断的毁灭 圆环 这是一个时空之环 代表了轮回 代表了这样一个 生 保存和毁灭的 轮回循环的过程 作为印度的舞王 他显得神采意义 因此我们知道 如果把自己的整个 创世神 不仅仅是创世 同时是主宰整个 事件的 整个生 生成 保存和毁灭 这样一个 这尊大神 他被赋予了 他的一个 神权的 他的一个 威能的展现是什么 就是他不可思议的 跨越时空的舞蹈 现实生活中 我们没有武神 但是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 确实有一些人 他就有几乎是上天的天赋一般的舞蹈才能 比如这一位叫倪仁斯基 倪仁斯基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位芭蕾舞的舞神 也可以说是王子了 他的舞蹈是不可思议的 他能够在 那个蹲坐的情况下 直接的做弹飞的动作 并且呢 弹飞的到达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地步 就他的身体就像一根弹簧一样 能够 轻松的收发自如 所以呢 他让整个一时代的人 镇静不已 和膜拜不已 罗丹 雕塑家罗丹 专门为他心中的这样一位舞蹈之神 倪仁斯基塑造了一尊雕像 另外我们知道马蒂斯 野兽派的马蒂斯 有著名的一幅画叫舞蹈 用了红绿和蓝三种颜色 以平图的献会的方式来表现原始人的舞蹈 那种狂放 那种单纯 所以呢 我有意地把这两张图拼合起来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人类舞蹈史上不可思议的倪仁斯基 那么他的 这是人类在舞蹈方面 我们一直对那些拥有舞蹈的天赋才能的人 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往和膜拜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古老的本能 正如印度的大神 师婆代表着舞王一样 那么在原始的部落社会里头 这位大巫 这位部落首领 他就是整个部落里头跳舞跳的最好的 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一个铜湖 在里面用那个细如豪发一样的针来刻了一幅 湖上的针刻画 我仔细看过去也就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群舞 那么证明了 玉玉乎无从舟 舟的时候 那个舞蹈是有所谓的遗轨的 天子拥有的舞蹈 那个诸侯 以及上大夫 下大夫拥有的舞蹈 的遗轨都是不一样的 是不能乐奋 不能乐位的 一直到战国后期 礼崩乐坏 那个大夫也开始享用天子的乐舞 那么这个时候 孔子才会痛心疾首 那个周游六国要恢复周礼 是吧 要克己赴礼 那么说明了礼是什么 礼是和舞蹈紧密关联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传说的舞神赵飞燕 传说中 他能够为掌上之舞 深如飞燕 体态轻盈 舞步曼妙 当然如果你们仔细地去读史书的话 他的掌上之舞并不是在手掌上去跳舞 而是两位力士举大铜盆 他在大铜盆上去跳舞 那么但是就这样也已经证明了 他的舞技质高超 我们在今天能看到的一些高难度的乐舞里头 可以看到有芭蕾舞中的演员 他能够在舞伴的肩膀上去做旋转舞 那么我们今天想想都会觉得 这是到达了神活奇迹的地步 西汉出土的八人乐舞 这是一共有八位在那进行一个群舞 这是对舞育人 跳的是什么舞呢 据说就是欺负人 所最擅长的一种舞叫折袖之舞 袖子很长 流线形的 之所以把袖子变得这么长 就是为了在舞蹈的时候出现那些旋转的线条 我们今天去看藏舞 仍然是有着非常长的袖子 用来表现这种线条的这个盘旋 袖子很长 然后呢做流线形 同时呢在有很多的往后翻折的那个动作 所以呢这种舞蹈叫折袖之舞 我们今天能够在玉佩里头 大概的看到它的一些面貌 舞人勇 汉勇里头的舞者 这是唐代的壁画 我们看到了这是唐代在郭渡 今天的西安大学城 这个地方出土的一个壁画 它里面表现了一位红衣的舞女 她用一个红色的舞巾 同样也起到了这个延长身体线条的作用 在那里做红巾之舞 我们今天仍然有这种舞蹈 我们今天呢用红绸带来跳舞 叫红绸舞 那么可见红绸舞就是当年唐代的红巾舞 敦航墨高窟中的飞天也都是舞者 你们会看到一个曼妙的飘带 就把他们轻轻的托举在半空 而他们的动作经常都是各种舞蹈的轻盈的动作 舞蹈的产生 它就是人的对自己身体的本能的使用 和由身体产生的欢悦 悲伤各种各样的情绪表达 所以呢它不需要借助什么工具 它使用的就是人 自身所携带的身体这样一件工具 它用最有力的最敏感的身体 去表现这种动作和情感 我们来看一下舞蹈 如果给它分类的话 你们知道哪些舞蹈呢 芭蕾舞 古典舞 现代舞 东方舞 肚皮舞 交际舞 记心舞 集体舞 还有今天的广场大妈舞 对吧 从社会功能来看 有民间的自娱自乐 也有剧场的表演性的舞蹈 像我们的踩高翘 像今天的很多广场舞 街舞 它都是属于民间自娱自乐的 有着很深厚的民间基础 所以呢 今天的广场舞 大妈们的广场舞 为什么势不可挡 因为它的群众根基太深厚了 直根于传统 也直根于人性 另外呢 这是在小舞台上的专业的 非常高雅的舞蹈 从舞蹈来看呢 我们也看到有的舞蹈呢 在今天和竞技跟体育 跟杂技 武术相结合 它可能成为体育赛事 像我们知道的花样滑冰 实际上就是在 那个溜冰场上进行 这个和音乐的感受性 相对应的一种舞蹈的表达 那么因为它带有了滑冰这样的难度 技巧在里面 所以今天是成为了体育赛事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最俏丽的运动员 很多都是出自于冰上的这个花样滑冰 它们是带有演员性质的 民间的舞蹈 这是戏曲里头的舞蹈 从历史阶段来看 有古典舞和现代舞 从舞蹈的呈现方式来说 有的是叙事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带着情节性的 也有的呢 就是它只是块状的结构 它来表达一种情感 它不带故事性 或者故事性是相对的模糊的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不光是有故事性 而且呢 是这个故事性 可以从头到尾完整的讲故事的 那么这个就叫戏剧性 从表演者的多寡来看 我们有读舞 有双人舞 有三人舞 有街舞 有群舞等等 体育舞蹈就是刚才说到的 它是一种不断创新的舞蹈形式 融 艺术 体育 音乐 舞蹈 与一体的 一种有独有的观赏价值的舞蹈 它在2000年的时候 开始正式的宣布 加入到了奥运会 从那一刻开始 至今 十几年来 体育舞蹈的比赛 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 千万的观众的眼球 它丰富了 也是增加了今天的体育活动的内涵和外延 让体育变得更好看 让体育变得更有 吸引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舞蹈 中国舞蹈的历史很悠久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青海省大通县 孙家在出土的那个舞蹈彩头盘 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 它是距今4000年前的新17时代的养韶文化 那么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清晰的展现了5000年前的群舞 大概是什么样貌的 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叫诗经 诗经原先都是有可以吟唱的 它记录了2000年前的我们的舞蹈方式和音乐形态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诗经里面 去表达的那种早期的乐舞形式 随后呢 中国的舞蹈呢 经历了秦汉时代 在宫廷里头的女乐和民间舞蹈的樊盛 到了唐王朝时期 那是一个五月唐朝 舞蹈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的阶段 宋代 宋代比较稳弱 能够这个身体律动 真正的那种本能的自由的奔放的这种形式呢 已经没有了 失去了 开始典雅化 舞台化 那么大部分的人退出了舞蹈 舞蹈成为了少数的行当的角色 就是舞蹈艺人去从事的工作 那么宋代的时候 舞蹈这个行当呢 和戏曲 结合 那么到了明清的这个戏曲舞台上 我们后来能看到舞蹈 基本上只有一个舞台 就是戏曲舞台 这是中国舞蹈的 一个大致的发展的线索 也就是我们文明太早熟 虽然很早的就 不再自己跳舞 而把这种对于舞蹈的本能冲动 转移 移情在观看别人跳舞上 中国第一批芭蕾舞演员 是十月革命之后 来到中国上海 他们带来了一种中国的新的舞蹈艺术运动 后来呢 到延安时期 开始开发了这个新阳歌运动 是由海归的 海外归来的一个芭蕾舞演员 也是中国这个现当代一位重要的舞蹈演员 戴爱莲女士开发的 她带来了 吸取自敦煌的一些新的乐舞 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古典舞民间舞 芭蕾舞 还有都有影响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我们呢 在整个那个中国建国以后的舞蹈体系之上 发展出来了 这个现代舞蹈 以及后来呢 受到美国影响 还有整个西方文化影响 产生的很多新的 像街舞这样的新的舞蹈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复原的一些乐舞 这两个乐舞都来自于 中国的舞蹈的高峰阶段 唐朝 他们一纲一柔 一个呢是剑舞 也叫纲舞 他是气势雄伟的 秦王破真月 秦王就是李世民 他去送赞和歌颂 李世民带兵打仗 这个凯旋归来的那些 气壮山河千军万马的战争的场面 另外一个舞呢 叫尼商语义舞 这是由杨贵妃所领衔的 这样一个舞蹈团队 他们共同研发的一个舞蹈 这个舞蹈呢 在盛唐时期 几乎是一代之巅峰 那个留下了我们 在后世的诗词歌赋里头 留下了无数的 对于我们舞蹈能够达到的 最高境界的美好的想象 戴爱莲 这是因为用脚尖 引领了中国现代舞蹈的人 他将很多在老百姓中 自发演发形成的一些 生活中的舞蹈动作 最后都体系化 进行了加工升华和体炼 引进成为舞蹈的表现的形式 他是始作俑者 至今你们到西方会发现 西方对于戴爱莲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在英国的皇家舞蹈学院 他们整个学校只有三尊雕像 其中有一尊 就是给予了东方舞蹈家戴爱莲 他是我们第一任国家舞蹈团的团长 第一任北京舞蹈学校的校长 第一任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 戴爱莲的丈夫是 我们中国的现代著名画家 叶浅宇先生 叶浅宇先生非常擅长于速写 他能够寥寥几笔 抓住一个典型的形象 刻画他的本质 他的特征 你看这是他对于戴爱莲的 舞蹈中的一个动作的速写 来表现了他森林女神 这样一个角色 那种自由那种奔放那种纯真的面貌 在戴爱莲的创作的舞蹈里头 有一个舞特别的经典 叫荷花舞 荷花舞取材于 隆东和陕北的民间歌舞 荷花灯 他们在这个民间自发衍生的舞蹈 动作上呢 加以美化优化升华 那么加工过后呢 成为了一个中国的经典的 一个女子群舞的节目 荷花舞 以笔心的手法表现盛开的荷花 这个出于你而不然 也是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 最后这个舞蹈呢 经常是那个出国进行会演 并且可能你们了解到了 今天中国舞蹈界的最高奖项 叫荷花奖 没错 正是来自于戴爱莲所创造的荷花舞 他还创作了20世纪的一个舞蹈经典 叫飞天 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曲自敦煌的 壁画的舞蹈 成功地运用了戏曲舞台中的 长筹舞 水秀 把这些呢都加工成为独立的舞蹈形式 他以筹带飞舞瞬间的这种姿态 来复活飞天的形象 表现了一种人类一直梦想的 我们能够翱翔天雨 那个能够成云气六合的这样一种梦想 整个舞蹈观赏的时候呢 会特别的轻盈灵动 有一种飞翔的美 这种梦想的梦想的梦想